中国的弟兄姐妹经常会问到 就是有关认罪悔改 向神悔改的问题 就是我想问就是说 为什么要 当然要向神认罪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向人认罪 这个彼此认罪 是这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那边劝勉信徒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所以才能够得医治 那为什么已经向神悔改了 还需要向彼此悔改呢 那如果一个人说 我犯了罪了 我已经向神悔改了 那当然有一些的罪 他向神悔改了 他良心得洁净了 他不再犯了 那他也不需要向人说 但是有一些的罪 他知道 他是很容易重犯 或者再次又会陷入试探的 他需要向彼此悔改 那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他说我对神很迫切的悔改 也很真实的悔改 那他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你怎么知道 你的那个悔改 是真实在灵里面拗悔 那悔改不是一个情感上的波动 哎呀我做错了事 或者说我所犯的错 带来了有些亏损 所以情绪很乱 那不是单单情感波动 如果情感波动的话 一下子就没功效了 慢慢又会掉入那个罪了 那另外你还要问多一个问题 就算你现在当下你的悔改很真实 你又把握 你不再掉入试探了 所以基于这两个的问题 你问了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肢体 要成为你的警戒和保护 当你向另外一个肢体 你敞开你的软弱 甚至你丑陋的那个罪意和罪行的时候 那首先当这个肢体知道了 它接纳你 安慰你 那个才会成为你的力量 因为它的接纳跟安慰 代表了神的接纳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向他说是没有错的 但是另外 你向这个肢体说的时候 也有另外一个用处 就是他会因你而忧愁忧伤 那那个忧愁忧伤 有时候也是好的 因为在格林多后书那个地方 保罗也说 这个God lead sorrow Bring repentance 就是我们肢体的忧愁 带来熬悔 所以当你看到你的肢体 因你的罪而忧愁忧伤的时候 你的心灵一直受到圣灵的有一些责备 对不对 我们的确我们需要安慰 我们也同时需要责备 那么这个肢体呢 那它这样为你的给你的安慰 接纳是一种带道 它像你的一种忧愁 甚至有所有一点严厉的指责你 也是一种保护 是一种带道 所以我们若是真实的悔改的话 我们不怕 我们受到这一些 我们愿意敞开 我们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用处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的罪 你知道你很容易掉进去的 那么有各种 有些人有毒瘾 有些人是情欲方面 还是什么 这些罪很容易处犯 不是这么容易走出来的 那么当你让一个能够 为你带到的肢体 知道了你的现状 那么那时候 你的良心也会被唤醒 因为你知道 它知道 当你知道它知道的时候 你会比较谨慎 然后另外一方面 在你有点不能自拔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 你能够找它 那像它吐说 那它也会能够接纳你 也当时候给你适当的辅导 所以你跟彼此认罪 这是需要的 我们信徒 我们信徒之间的这种 彼此认罪 其实不是带来控告的 那乃是反而带来一种保护 当然大前提是 你像什么人认罪 有什么人会这样 有些讲了你反倒被控告 有什么样的人 能够这样的帮助你 保护你呢 它必定是 零零比你高超的 那它也能够会体恤你 跟你的关系也好 当你软弱的时候 它为你的难过 是发自它对你的爱 所以你在软弱跌倒的时候 你像神认罪了 你的心灵还是知道 你的认罪没有彻底 或者你还有很多的挣扎 那你最好地找一个 能够联灭你 帮助你的一个职头 灵敏 牧者或者组长 通常是牧者 或者是组长 向他们吐出你的软弱 你的罪 接着 你 廣词 能够起来 你 咱 ì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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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